傅佩荣,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 傅佩荣积极推进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出版作品于百种,曾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等多项殊荣。 作为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近十几年来,他每年开展两百多场哲学及国学的演讲和讲座,还多次用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华人社团做传统文化讲座,在华人文化思想界影响深远。 孩子们听了国学,青少年版的论语,尽在新兴坛,论语三百讲,用十分钟成就一生。 道德是高尚的,却不是阳春白雪,那么尚德的孔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实践他所提倡的道德的? 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今天要介绍的是《论语魏林公编》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十二章。 这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诗勉》,《见》,《集结》,《子曰》,《接也》,《集习》,《子曰》,《习也》,《接坐》,《子告》,《子曰》,《某在思》,《某在思》,《诗勉初》,《子章问曰》, 《与诗言之道语》,《子曰》,《然》,《故相诗之道也》。 他的白话文意思是,《诗勉》,《来见孔子》。 走到台阶前,孔子说,这是台阶,走到座席旁,孔子说,这是座席。 大家坐定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 诗勉告辞走了,《子章》请教说,这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吗? 孔子说,对的,这确实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 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一章?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发现了,这一章是生活上的一个细节。 这种地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你光讲大的理论,很好的观念,那个太多了。 但是,生活上的细节才看得出来孔子怎么做人处事的。 谁是诗勉? 诗勉是一位乐师,音乐家。 古代很多音乐家都是瞎子,他跟孔子约了,见面谈一谈。 他来到孔子家中,孔子看到台阶就说,这是台阶。 当然,作为一个忙者,他一定有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不可能说,我这个看不到了,我这满街乱走,那太危险了。 也许有人带他走,也许他自己撑拐杖。 但是,就算撑拐杖,拐杖用得再熟练。 我们在街上偶尔也碰到,忙者走在路上,拐杖很熟练。 他可以撤枝,前面有没有篱笆,有没有什么障碍。 但是,明眼人看到的时候,有时候真觉得危险。 因为你底下知道这里没有障碍,上面说明有一个路灯啊。 你如果走过去撞到,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们明眼人就要体谅,看不见的人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最难的。 孔子怎么做呢? 孔子并没有刻意要做什么事哦。 他很自然的就说,这里是台阶。 到了座位的时候就说,这边是座位。 然后就介绍了,子录在这边了,言员在这里,排第二。 接着纸张,还有纸由纸下,这些学生在这里。 因为这位乐师很可能到孔子府上拜访,孔子让这些学生跟他相见。 大家聊聊天了,闲话家常或者请教专业的问题都可以嘛。 孔子就这样子安排说话。 子录这个学生很细心啊,年纪很轻啊,但是很聪明的。 他就问说,这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吗? 孔子说,对的,那确实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 代表孔子并没有主动教学生说,各位同学,今天来一位乐师他看不到, 你们要照我这样做的去学习,我来示范,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什么什么。 孔子并没有这样教学生嘛。 这样教的话就变成好像在做秀了,在演戏了。 孔子很自然,那是日常生活啊。 所有的道德不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践吗? 道德需要轰轰烈烈敲锣打鼓说,我要孝顺了,请大家注意。 不需要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就是一切。 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教你,那你是很不幸的。 你年轻的时候有人愿意教你,那是你的幸福。 我们做个人啊,正常人,就要有正常的表现,看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体谅他的困难。 所以,你从这么简单的一段文字里面,就会看到孔子的为人是怎么样的。 我记得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坐车,要经过一个斑马线。 一个老太太啊,慢慢走,慢慢走。 朋友按喇叭,我当面就劝她不要按。 我说,你让老太太走路慢慢走,这是可以理解的嘛。 你按喇叭做什么呢? 你按喇叭的话呢,你叫她跑吗? 那不是更危险吗? 你开车等一下,一开就过去了,你急什么呢? 另外一次,我有一个外甥。 我们坐车经过一个收费站。 收费站你都已经先买好票,有时候有些年轻人真是技术很好,意高人胆大,他车子并没有怎么减速哦。 就拿一张票,那收费人也训练出来的,这个是受很灵巧。 对不对,你要抓紧,要不然这飞走的话怎么办呢? 开车人说,我给了票了,他自己没抓紧了,那这个要,这个是解释半天了。 我这个外甥就开车,经过收费站,就票拿出去,他并没有车停下来,稍微慢了一点。 那个人还要抓住票了,后来我就为这些,把他教训了一顿。 我说,你车不能停下来吗? 你想到别人每天再这样子接一张票,很容易吗?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样做呢? 你稍微开慢一点,停下来,再发动,有什么困难呢? 车子一加速是机器在跑,又不是你在跑。 那一次这个外甥被我教训一顿,吓了脸,收了变白了。 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忍受。 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教你,那你是很不幸的。 你年轻的时候,有人愿意教你,那是你的幸运。 所以我们学儒家之后呢,就要从这种细节着手。 你要是学了之后呢,觉得平常生活没有改变,那你为什么要学呢? 学了没用了。 所以这一章能够留下来,显然是因为它是一个生活细节。 同学们大家都觉得这好像没什么特别吧? 而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 老师的诗这个字。 因为子章请教,与诗言之道语,他把忙者称为老师。 这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吗? 孔子后来怎么回答? 然故相师之道也。 相这个字啊,就是宰相的相,代表帮助。 诗这个字呢,在这边呢,就专指这位乐师。 他是忙者啊。 因为这边当然是指忙者,而不是指乐师啊。 为什么? 乐师需要你帮忙他,说这是台阶,这是作息吗? 当然是因为是忙者,所以说,相师是帮助这位忙者。 老师的话不需要你看到,他自己看得到。 所以,相师的相是针对师,师是就他是忙者来说。 所以古代把忙者称为师,也是一个尊重的意思。 当然也因为他是师面,师放在上面代表他是专业的,专家。 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当老师人啊,有些人喜欢别人称他大师,其实不太必要的。 在学生界里面,大家教书,老师,只有身份就好了。 不一定需要别人特别称。 你看孔子有没有说,你们要叫我大师,没那回事啊。 对不对,学生称为子啊,就是老师的意思嘛。 就请问老师,请问先生就好了。 所以,像这就是儒家思想里面。 这种外在的这种称呼,名词,抬头,头衔,实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否做到的这个头衔,应该有的标准。 也就是君君臣臣,复复直直,还要加一句诗诗,生生。 老师要像老师,学生要像学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个人啊,正常人,就要有正常的表现。 看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体谅他的困难。 从他的角度来想,如果我是他,我希望别人怎么带我呢? 我们就要这样对待他。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孔子学识渊博,对国家智力也一向都有高明见解。 那么,孔子对于贫富分化,社会教化,臣服他国, 这些问题都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论语记事编》第十六,第一章。 第一章内容非常长,恐怕是《论语》里面的第二长的材料。 谈的是什么?跟政治有关。 为什么要选呢? 因为是孔子的学生相关的事,而里面提出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应该怎么发展。 所以我们特别来介绍这一章。 它原文很长,我就分两段来念。 论语记事将发专于,然有记录献于孔子曰, 论语将有事于专于,孔子曰,求乌奈尔事过于, 夫专于,习者先王以为东盟主, 且在邦遇之中以设计之尘业,可以发为。 然有曰,夫子欲知,无二臣者皆不欲言。 孔子曰,求周人有缘曰,成立就列,不能辙止。 为而不辞,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匹相仪, 且而言过矣,苦事出于侠,归欲毁于独钟, 是谁知过于。 然有曰,今夫专于,故而尽于弊, 经不取,后事必为子孙悠。 我们先把这一段的意思做个说明。 既是准备攻打专于, 然有余子路,一起来见孔子说, 既是准备对专于用兵的。 这句话里面呢,有事的事,就是要作战了。 古代经常讲说,有事了,代表战争了。 而,然有根子路呢,陷于孔子, 是说在孔子前面出现,就是去见孔子的意思。 接着,孔子说,求,难道这不该责怪你吗? 这个专于,古代君主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 并且领地呢,在鲁国的国境中, 是鲁国的附庸繁蜀。 为什么要攻打他呢? 孔子就怪然有。 然有说,是季孙想要这么做的, 我们两个做城下的都不赞同, 看到没有,责任推给老板, 是老板要做的, 我们没办法。 他接着说,你的话真是错了, 老虎与野牛逃出了柵篮, 龟壳与美玉在柜子里毁坏了, 这是谁的过失呢? 什么意思? 龟壳与美玉藏在柜子里面, 毁坏的话谁负责? 代表什么? 你还是没有保护好, 你应该让他不要毁坏, 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已经很够了, 不要讨伐别人, 不要贪得无厌。 这是谁的过失呢? 然有呢,终于说出真话了, 然有说, 眼前这个专语啊, 城墙牢固, 并且离祭祀的彩艺避地很近, 现在不占据他, 将来一定会给子孙留下后患。 你看,祭祀还想得很远呢, 他大概也听过, 人无远律必有禁忧啊, 所以他就怎么样呢? 说, 避这个城啊, 离那个专渝的属地很近, 我先把它拿下来, 这个城将来更保得住, 我的子孙更可以过得安稳。 今天这个时代, 不可能说完全没有贫富不均啊, 并且你说有钱人一定是有责任的, 但是一个社会总是要想办法让贫富差距缩小, 否则的话呢, 社会的动乱呢, 常常就因为贫富不均差得太严重。 然有这样讲之后, 孔子就做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孔子对于政治啊, 一个基本的主张。 原文是, 孔子曰, 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 而必为之词。 秋远文, 有国有家者, 不换贫而换不均, 不换寡而换不安, 百均无贫和无寡, 安无清, 福如是, 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已来之, 既来之, 则安之。 今有与秋远, 向夫子远人不服, 而不能来也, 邦分崩离析, 而不能守也, 而某动干戈于邦内, 无恐寄存之忧, 不再专于, 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子, 孔子就说了, 求君子就讨厌那种, 不说自己贪心, 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 这当然是指什么? 一方面批评了他的学生, 然有, 也批评了谁呢? 祭孙找借口, 不说自己贪心哦, 找借口, 说为子孙着想。 我听说过, 诸侯与大夫不担心人民贫穷, 只担心财富不均, 不担心人口太少, 只担心社会不安, 因为如果财富平均, 便无所谓贫穷, 人民和谐相处, 就不会觉得人少, 社会安定, 就不会轻微, 能做到这样, 远方的人如果还不顺服, 就致力于礼乐教化, 使他们自动来归, 来归之后呢, 就要安顿他们。 现在, 游与求二人辅助继孙, 远方的人不顺服, 却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动来归, 国家分崩离析, 却没有办法保全, 反而想在国境内发动战争, 我恐怕继孙所忧虑的, 不在专于而在辱军。 这边说的很多内容, 真是很精彩, 比如一个社会, 贫穷是一回事哦, 贫富不均才是问题。 当然, 今天这个时代, 不可能说完全没有贫富不均了, 并且你说有钱人一定是有责任吗? 他也是努力辛苦挣钱的, 好好做生意, 对社会也有帮助哦, 他赚了钱之后, 你不能说你那么有钱就是错了, 这话不能讲的, 你讲这话经济怎么繁荣, 怎么发展呢? 但是一个社会总是要想办法让贫富差距缩小, 否则的话呢, 社会的动乱呢, 常常就因为贫富不均差得太严重了, 西方我们也都讲一句话, 就是光脚都不怕你穿鞋的, 我穷得没有鞋子的, 那我就跟你打烂仗了, 反正你穿了鞋子你怕弄脏啊, 那对于富者来说, 这个财富也不能享受的, 那社会怎么会安定呢? 所以里面提到说, 你只要大家平均一点, 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的问题了, 稍微穷的人也不在乎了, 那么这边到最后呢, 谈到什么? 修文得以来之, 这是重点, 你从事文化, 从事你个人的品德修养, 让远方的人来顺服, 这是你可以做到的, 随便就动手打仗, 绝对是下下之策, 虎子在这边很明显啊, 他认为你不应该随便动手, 而最后呢, 什么叫削墙? 削墙这两个字啊, 在古代一种说法是, 墙代表什么? 平墙, 比如说鲁军啊, 国军在堂上, 他前面常常会有平墙, 削这个字呢, 本来代表树, 非常树木的, 非常严肃的, 一个挡住的平墙, 所以削墙之内指的是谁呢? 在那个严肃的平墙里面那谁? 就是鲁军嘛, 因为继孙啊, 跟另外两家孟是俗事, 跟鲁军是分开的, 一个国家四个人在管, 但是鲁军有这个名分呢? 所以他就说了, 我想继孙所担心的, 不是专业用, 是那个鲁军, 代表有什么关键的时刻, 又要动手了, 变成内战了, 所以孔子对于这些人的心思啊, 很了解了, 所以这里面谈到什么? 国家尽量做到贫富差距不要太大, 对其他人呢, 你要修文德, 让远方人来, 来的就要安顿他们, 这都是很好的观念,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朋友是人的生命中主要的同行者, 那么我们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呢? 什么样的是好朋友, 什么样的是坏朋友?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论语》, 《纪师编》第十六, 第四章, 这一章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它的原文是, 此曰, 一者三有, 转者三有, 有执, 有量, 有多闻, 义 有偏僻, 有善柔, 有偏宁, 順亦 同志说, 三种朋友有义, 三种朋友有害, 与正直人为友, 与诚信的人为友, 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 那是有益的 与装腔做事的人为有 与刻意讨好的人为有 与巧言善变的人为有 那是有害的 首先 三种朋友有益 第一是有直 直这个字啊 在论语里面 我们一直强调 代表真诚而正直 两个字要连在一起 要不然你光讲正直的话 哎呀 给人压力啊 一见到他就跟看到法官一样 那是朋友之间的感情 不容易很这个协调嘛 所以真诚而正直的话呢 对于那个直这个字啊 就比较清楚 朋友一定要真诚 朋友之间不用再说客套话了 也不用说太多假话 所以基本上朋友来往的时候呢 一定要真诚 所以你有过失 朋友就直接告诉你 朋友有过失的话 你该怎么办呢 忠顾而善导之也是一样啊 你也必须忠顾啊 代表真诚啊 坦白告诉他 好好引导他 所以第一种好朋友是直 这种朋友可以让你像镜子一样 看到自己在性格上 在做人处事上 甚至言语表达上 有什么样的缺失 有过就改 所以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 你的成长会比较 更为迅速 第二种 有意的朋友是什么 有量 有量的量啊 本来是指诚信 朋友讲诚信 这是好朋友 但是我觉得啊 我们不妨再加一个小注解 说这个量也代表体量 为什么 朋友看到你做这个事 他会体谅你 譬如说 管众做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包熟呀 就很体谅他 所以朋友也包括这个量啊 因为量这个字 今天用法比较多是 变成是原量啊 体量啊 古代讲量的时候 主要是指什么 诚信来说的 但是你把现在的意思 加上去 让他写得更充实 也未尝不可 第三种有意的朋友呢 有多文 这当然是很好的 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 他任何事情 都可以讲一个道理出来 因为他博学多文啊 什么事情都知道 这样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 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不会无聊 不像我们有些朋友 聊天的时候 聊聊着好像没话说 因为想说的话 大家都听过了 这时候只要找人说 你说笑话吧 大家听听笑话 开心一下 所以我又有一个朋友 专门被笑话 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他都被十几个笑话 他一来 他就放心了 绝无冷场 这也算是一种有多文吧 所以三种朋友有意呢 有直有量有多文 所以如果说这个朋友 是正直 真诚的话呢 对你帮助很大 相反的 可以讨好的 说话都很好听 你不会进步 你就碍于现状 当我们去分辨 意有损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要先问自己 我们属于哪一种 好 接着 三种朋友有害了 这交朋友对自己 变成有害 显然是这些朋友 他的兴趣 他的志向 是另外一方面 第一个 有偏僻 偏僻代表什么 装腔做事 请问 如果你要把前面三种 一有 跟后面三种损有 对照的话呢 它不是一一对应 第一个是有直 那有偏僻呢 装腔做事是什么 它不够诚信 才跟第二个对应 我装腔做事 虚张声势 那你为什么 交这种朋友呢 有些人就喜欢 装腔做事的朋友 跟他在一起排场很大 说话很爽快 只要有我在 一句话 没问题 如何如何 什么事情 包在我身上 这种装腔做事的朋友 也不错吧 他就缺乏诚信 他不见得说话 第二种损有是什么呢 叫做 刻意讨好 刻意讨好 针对的是第一个 不够真诚与正直 所以说话呢 就刻意讨好 所以这前面三者 跟后面三者 不是一一相对 有时候你调整一下顺序 第三个 那么 巧言善辩呢 是跟有多文相对 为什么 巧言善辩人 说出来的话也很好听啊 也好像很有学问啊 但他不是真的学问 他是自己瞎猜的 自己乱编的 颠倒黑白是非 把事情说得很像一回事 其实未必如此 所以 你可以选择 我们现在对照一下 两个朋友 一个是真诚而正直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会觉得有压力 这个人是 做朋友 很尽责任的 另外一个呢 他是什么 说话都刻意讨好 你喜欢哪一种朋友 其实有些人会说 那我跟这个 说话刻意讨好 有善柔嘛 很好相处 那有职的话 在一起会有压力 但是请问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 你会进步吗 我们常常说四个字 叫良师益友 就这个 为什么把良师益友 放在一起呢 良师没有问题啊 老师当然是我的前辈啦 许多方面可以给我指导的啦 那益友的话 在老师不在身边的时候 事实上通常老师 不在身边的机会居多 朋友相处的机会 显然是要比老师 跟老师相处的机会 要多多了 所以如果说 这个朋友是正直 真诚的话呢 对你帮助很大 相反的 刻意讨好的 说话都很好听的 你不会进步 你就碍于现状 觉得说你看 跟你在一起 每次都说我已经很好了 那我会不会进步呢 这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呢 叫做一方面是有量 很诚信的哦 说话算话 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装腔做事 说话夸张 不可靠的 虽然这些话 听起来好像是 气魄很大 口气很甚 我也遇过这样的朋友 哎呀 没问题 这是你包在我身上 让你做这个事 做那个事 然后怎么去发展 事后都没有下文 话说太满了 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知道 有时候 别人会建议 我们来做什么事 如何如何 我天天往往逍遥就算了 你现在有这个好意 我就很感谢了 你真的要做 知识体大 要从长记忆啊 还有第三种 这边是有多文啊 真正的什么事情 都了解了很多 很彻底 很喜欢查百科全书的 另外一边是什么 巧言善变 就是这个三寸不淡之舌啊 把许多事情说得很热闹 很有趣 听完毕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 是空的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交往到 有多文这样的朋友 好 怎么总结呢 当我们去分辨 意有损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要先问自己 我们属于哪一种 我们属于意有这三种呢 或者我们自己竟然属于 损有这三种 这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你观念书说 意者三有 损有三有 你都会背了 让你问自己啊 你如果想交到好朋友 你怎么能够自己 不先当做好朋友 让别人愿意跟你交往呢 你如果想当义友 你怎么可能有 像水友那样的表现呢 所以这样子你才能够 从这里面学到 孔子真正的用意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快乐是人生中 最美妙的感觉之一 但是快乐也有好坏之分 那么什么样的快乐有益 什么样的快乐有害呢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记事编》第十六 第五章 它的原文是 孔子曰 义者三乐 随者三乐 乐节礼乐 乐道人之善 乐多咸有 亦以 乐交乐 乐意游 乐艳乐 水云亦游 它的意思是 孔子说 三种快乐有益 三种快乐有害 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 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 以结交许多良友为乐 那是有益的 以骄傲自满为乐 以众情游荡为乐 以饮食欢聚为乐 那是有害的 我们先看三种有害的快乐 第一种是什么 骄傲自满 以骄傲自满为乐 我们就要问 骄傲自满有什么快乐 从某一方面看 是有快乐 跟别人在一起 说吹嘘 自夸 骄傲自满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别人都很羡慕 那不是 骄傲自满为乐吗 就好像孟子笔下的奇人 有一妻一妾而处事者 那个奇人 每一次出门去的时候 都是到坟墓区 看到有人在祭拜祖先 有一些酒 有一些肉 跟别人要来吃 吃饱喝熟的回家 就怎么样呢 骄傲以妻妾 对自己家人骄傲 说我跟哪些大人物来往 这些这些的 骄傲自满 对他这个没有用的人来说 他只有在这个时候 骄傲自满 他觉得快乐 也是真的很值得同情 这是有害的快乐 因为你不会进步 第二种有害的快乐 是什么呢 叫做重情游荡 每天在外面游荡 都是游戏 那也是一种快乐 我这一生曾经有一次 到过堵城 不是那个有名的 拉斯维加斯 是那个在加州 一座小山上 叫做 Rectahoe 他怎么翻的 我不太清楚 是一个 在加州的一个 小的堵城 在里面 不到钱 输光绝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里面的人都跟我差不多 重情游荡 都有这种幻想 下一次一拉 就如何如何 我记得当时 我到里面去玩 大人可以进去 小孩不能进去 我女儿那时候才六岁 她不能进去 结果我在加州有个朋友 她在那边教书 开车说我们去 我跟我那人到了里面去玩 她因为在当地 早就去过了 毕竟我女儿不能进去 要人陪 等到两小时之后出来 我那朋友跟我说 还好你出来了 我把我的手 当做车小的老虎的杠杆 给你女儿拉了两小时 我女儿她说太好玩 那一次就说明什么 大人小孩都一样 不然你到了堵城 花花绿绿的 好热闹 是很有吸引力 偶尔一次可以 但你常常去的话 你还有什么志向可说呢 我只是去里面体验一次 就这么一次 就知道说在那里面 人很难把持住自己 重情游荡 第三种有害的快乐是什么 叫做饮食欢聚 就是吃喝嘛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下周同匹圆匹 圆班人马 这里在聚会 很多时候 年轻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有几个好朋友 经常都是说 下周圆班人马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再聚会 当时也觉得很有趣啊 饮食欢聚嘛 大家想想看 满座的菜肴 你不用费脑筋 就有人帮你准备好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当然是很愉悦的一种感受嘛 每样菜胃口都不一样 但是 它是有益的吗 有害啊 我现在发现真的有害 对身体有害啊 到现在身体有毛病 怪谁呢 怪自己啊 你跟别人太没有距离之后呢 有时候 这个不分轻重 说话呀 什么话都出来了 有时候也不分 这样的人不简单 你自己的心胸啊 会越来越开阔 我们要知道 有害的快乐 也有很多诱惑 要是把它排除化解 而有益的快乐呢 也需要配合某些修行 所以这三种快乐是有害的 好 现在看 三种有益的快乐 这才是我们要学的 第一种 乐节礼乐 用礼乐调节生活 觉得快乐 这是有益的快乐 什么意思呢 礼跟乐啊 礼就是我跟别人来往的时候 要有礼仪 礼节礼貌 我觉得跟别人来往 彬彬有礼 很好吧 大家可可其其 可可其其有时候也是一个 防身之道啊 保持一个分寸嘛 你跟别人太没有距离之后呢 有时候 这个不分轻重 说话呀 什么话都出来了 有时候也不好 所以第一个 乐节礼乐 用礼来调节我跟别人关系 用音乐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这是我很喜欢的 以欣赏音乐为乐 这种快乐 对别人绝对不会有什么样的压力 对自己的话呢 真的是会觉得生命啊 很有它的深远的含义 第二种快乐 不容易做到 乐到人之善 乐于述说别人的优点 通常我们乐于述说别人的缺点比较多 那现在你要记得 我开始要说别人优点了 并且以此为乐 津津乐道 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什么 是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 津津乐道 那现在倒过来 津津乐道 别人的优点 当然也不用津津乐道自己的缺点了 这个 你老说自己的缺点 说得很开心 别人看到你说 这个人毛病那么多 怎么跟他相处呢 哪里有人以诉说自己的缺点为乐 没有这种人 但是这边怎么样呢 要我们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 就是我很喜欢讲别人优点 这样的人不简单 你自己的心胸会越来越开阔 我这一生也有一次这样的经验 我们同学们有一个被误会 做了一件事 二十几年之后 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 问我这件事 说那个被误会的人 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 我说根据我的理解 并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说他做这件事 同学们都是猜测 不是他做了还有谁呢 结果他受了很多委屈 我就讲了这句公道话 说我个人认为没有证据 可以说是他做的 结果这个国外回来的朋友 去跟那个被委屈的人 被冤枉的人说这件事 他对我感激得很 本来他跟我也不太来往的 后来见到我就变得很友善 我就多了一个朋友 第三个 乐多贤友 乐意于结交优秀的朋友 贤这个字就代表杰出 我有很多杰出的朋友 我跟别人介绍的说说 你知不知道谁在谁是我的朋友 我也欲有荣烟嘛 但是呢 要结交杰出的朋友 还是那句老话 要问自己 我自己够不够杰出呢 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交往很多杰出的朋友 我自己偏偏不杰出 那别人不是被人拖累吗 所以这段孔子特别提到 三种快乐有益 三种快乐有害 我们要知道 有害的快乐也有可能有获 要设法把它排除化解 而有益的快乐呢 也需要配合某些修行 否则你说要以 礼乐调节生活为乐 这个第一步就要先修养 你修养不够的话 遇到礼 就是规范啦 遇到礼 就要跟别人 或是自己的情感协调啦 那就不容易了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要成为君子 需要具备许多优秀的素养 那么在说话方面 君子又该如何 我们该如何在言语上修炼自我 所谓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记事编》第十六 第六章 它的原文是这样 孔子曰 事与君子有三千 言为吉字而言 为之重 言吉字而不言 为之隐 未见颜色而言 为之古 它的意思是 孔子说 与君子相处 要注意三种过失 不到该说话的时候 就说了 叫做急躁 到了该说话的时候 不说 叫做隐瞒 没有看他的脸色反应 就说了 叫做眼瞎 在这里呢 君子是指德行 地位 地位 年龄 辈分 比自己高的人 所以前面用是那个字 事后的事 所以你跟一个长辈 或是一个前辈 在一起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 可能犯三种过失 因为人跟人之间来往 总是要说话的 就像我是一个领导 我跟我的周围的人啊 我的朋友 我的学生 我的司机这些 也要说话呀 说话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晚辈 那就有规矩了 在这边君子就提醒我们 一般人常犯的过失 第一个 不到你该说话的时候 你说话叫做急躁 有些年轻人就是 个性很急 忍不住 他要说话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别人都停下来 听他说 大家停下来了 听他说了 片尔币才发现 他说的并没有什么急迫性 不是说非说不可的 跟我们现在谈话的主题 也没什么关系 他的话也可以不说 但他还是非说不可 这叫做急躁 我年轻的时候 也有这种毛病 急得要命 想到什么事情 怕忘记了 希望赶快说 或者说 别人已经谈一件事情 谈过去了 我才想到 刚才我应该再加一段故事的 我就请大家慢一点 我刚刚忘记了什么 再说 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这个人太没修养了 你不能忍耐吗 你不能判断吗 所以年轻的时候 很容易犯这毛病 就急躁嘛 急躁的个性 有的时候看起来比较直爽 但是呢 也不见得好 它很容易会造成什么 造成因为急躁之后 就会对别人没有耐心 比较容易生气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个呢 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 该你说话的时候 你不说 就是隐瞒 很多时候呢 遇到聊天的时候呢 属于他的专门的范围 或者跟他有关的事 比如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单位 他那个单位出一点事情 我们现在聊天的时候 该你说了 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说 别人觉得你隐瞒了 你为什么不说呢 那太不坦诚了嘛 尤其是长辈 如果这样问你的话 你还不说 那到底有什么事情 是不可说的呢 是不是 说话是一种传达信息嘛 表达观念的方法 别人对你某些方面 希望有所了解 或者他认为 你应该知道什么事情 而你居然不说 那不是隐瞒吗 这当然不好了 前面是急躁 后面是隐瞒 这两个机关 还有第三点更难去了 没有看别人的脸色 就是他的表情 他的这个脸色反应 就说话 叫做瞎子 你没有眼睛吗 你应该知道 别人现在脸色不好 你还提这个 他不愉快的事情 因为他是长辈啊 他是前辈 所以说话的时候 在论语里面多次提到 要察言观色 察言观色绝不是虚伪啊 哎呀我要察言观色 看什么话能不能说 儒家一向强调 说话呢 是要表达心声 叫做言为心声 但是说话还是要看 听的人能不能听懂 或者能不能接受 要不然我说话 是我真心想说的 我说的话都是真理 都是事实 说出来之后 别人听不懂 第一个 第二个 别人还没有准备 要听这些事 然后呢 别人听了之后呢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恐怕跟他不相干的事情 那就算你讲的是真理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很多时候呢 说话牵涉到判断 我要判断 是该我说话吗 还没有到时候 我就不要说 到了时候 我就说 所以孔子讲话 有时候就会把焦点 放在判断上面 儒家思想固然讲究真诚啊 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判断 那真诚怎么显得出来呢 方法很重要 年轻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 怎么样自我修炼 你平常天天说话 到处说话 说了半天 别人听你的 讲话太多了 不知道你重点何在 任何事情都有意见 那怎么可以呢 所以我们在谈到 学儒家的时候呢 一方面固然要知道 把握根本 真诚 行善的力量 由内而发 另一方面呢 要学会方法 一般来说方法就是理啊 就是法律嘛 就按照这个 所法而重理的原则 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你对于现场这种情况 跟法律跟礼仪 没有关系的时候呢 你怎么判断 你一句话说错的话 别人对你印象 立刻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呢 有这边讲 事后君子嘛 当然是在年轻的时候 所以年轻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什么呢 怎么样自我修炼 而说话这一方面 能做到 恰到好处的话 这个年轻人 就是一个人才了 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要重用 这个年轻人 他说话很得体 就这么简单 一个人说话得体的话 有时候反映出来 他的细心 细心观察 反映出他的耐心 他能够忍耐 不到该说话的时候 他不说 一说话 就几种要害 是谁呢 孔子的学生名字签 孔子说 这个人平常不说话 一说话 就很重肯 重肯就是 想的是关键的地方 你平常天天说话 到处说话 说了半天别人听 你的讲话太多了 不知道你重点何在 任何事情都有意见 那怎么可以呢 我们有时候会 受到很多人征询 很多人问我说 你对谁有什么意见 最近有几位国学大师 过世了 人家也问 你对这位大师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研究过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专业范围 也不是我的领域 我怎么可能有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往往都说 你不要在意我的什么意见 我只能给你一个 平常的教书的人的印象而已 说这个人大概是哪一方面 那个人大概是哪一方面 有他的贡献 所以有时候讲这种印象的时候 实在是很空泛 比如说 真的有老先生过世的话 别人问我 你对这位先生有什么意见 我第一句话就说 恭喜他高授 活了九十几岁 当然是高授了 其他的有什么意见 我真的不知道 人活在世界上 每一个人各见其利 他们都是很忠于 他的读书人的一个岗位 认真的研究 教书 培养很多好学生 这就是好了 但是哪一个老师 不是在努力这样做呢 只是每个人教的不一样 有人教小学 有人教中学 有人教大学 你不能说 只有那个教大学 教博士生的博导 他才真的是 如何如何一个良师 不见得 很多人教小学 教一辈子 认真的教 也教出很多人才 所以对于说话 这个事情 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不容易做得好 我们跟别人来往 除了靠说话 其他只能靠行为了 而孔子正好提醒我们 敏于事而胜于言 说话谨慎 这边所谓的 与君子相处三个过失 正好是针对说话来 提醒我们的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要成为君子 需要做很多事情 但同时 也有许多事情 必须借记 孔子就按照 人生的成长阶段 提出了 君子要借记的 三种情况 请看下一讲 君子三借 孩子们听了国学 青少年版的论语 敬在星星坛 论语三百讲 用十分钟 成就一生 要成为君子 需要做很多事情 但同时 也有许多事情 必须借记 孔子就按照 人生的成长阶段 提出了 君子要借记的 三种情况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 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 记事编 第十六 第七章 这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 君子有三借 少之时 血气未定 借之在舍 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借之在斗 及其老也 血气俱衰 借之在得 他的意思是 孔子说 要成为君子 必须有三点借替 年轻时 血气还未稳定 应该借替的是好色 到了壮年 血气正当旺盛 应该借替的是好斗 到了老年 血气已经衰弱 应该借替的是贪求 这段话 他的重要性 不用我们强调了 首先 君子有三借 这个君子 要把它翻译成为 要成为君子的人 这样翻译才对 否则 你说已经是君子了 何必见那个少年的时候 血气未定呢 所以我们学习 论语就要了解 很多词都要把它当作一个 正在进行事 像君子 就要把它理解为 立志成为君子的人 那么他就有三方面要小心 接着少跟中到老 甚至他的年龄 人在年轻的时候 一路发展 不要忘记 都有身体 什么叫血气 血气为什么带来问题 因为人有身体之后 一定就有本能冲动跟欲望 这种表现出来 就是一种血气 好 那么 年轻的时候 正在成长的过程 血气未定 很容易受诱惑 甚至朝三暮四 想东想西的 血气未定的时候 孔子就建议我们 小心 不要好色 为什么 因为美色让人眼花缭乱 今天看这个漂亮 明天看那个美丽 每一个各有特色 那你怎么把持得住呢 因为你血气未定 很浮动 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呢 叫做什么 血气方刚 到了中年 中年因为在社会上工作 要竞争啊 往往是在这个时候 就要分出高下 谁能够继续往上走 谁只能留在原地踏步啊 竞争激烈 就要小心什么 不要好斗 跟别人争来争去 到了老年的时候 照理说应该看开了吧 没有 血气已经摔了之后 反而缺乏安全感 就贪得无厌 抓越多越好 所以呢 孔子这三句话是什么 对人的生命 做全盘的观察 代表人活在世界上 不管少年 中年 老年 每个阶段都要特别小心 请问 首先问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种看法 能够说是人性本善吗 你怎么能把它连在一起呢 这样的说法 不说人性有问题 人性有恶性重大的可能 已经很客气了 所以我们学习儒家的时候 孔子明明白白白讲这些话 所以我们学习儒家 知道孔子的意思说 这一生都要小心哦 人的一辈子 就是不能够松懈 你一松懈 就可能知道错误 将来再后悔 后来不及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一生都要谨慎 千万不要幻想 什么人性本善 有什么样的人性的弱点缺点 不用逃避 面对他 知道之后呢 才可以去改善 那你怎么样避开这些呢 除了修炼之外 不要忘记 一定从真诚开始 孔子很客气了 因为一百多年之后 有一个孟子出来了 孟子见齐宣王 谈了几句话之后呢 齐宣王对孟子很佩服 因为孟子年纪比较大 齐宣王年纪比他小了一截 这个年轻的国君啊 他就很诚实了 坦白跟孟子说 寡人有疾 说实在 千古之下 对于齐宣王 我们应该肯定啊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 他会对学者说 我有病啊 我有毛病 病得还很严重哦 孟子问他什么病 三种毛病 寡人好色 寡人好勇 寡人好祸 好色就是第一个嘛 完全一样的字哦 寡人好勇 好勇斗狠 就第二个好斗啊 第三个 寡人好祸 财祸 货物 那不就好得吗 所以 经过一百多年 有个齐宣王 终于讲得更直接了 孟子本来只说 人生有三个阶段要小心 三种毛病 齐宣王是怎么样的 我这个阶段就同时具备三个毛病 孟子绝对不会说你错了 孟子说 你好色吗 那你要知道天下人都好色哦 让这个国家 外无旷男 内无怨女 不就好了吗 任何人两前相悦 都组织家庭嘛 所以你只要不要认为说 我一个人后世 到处去收集美女 以为这样是合理的 你不要这样认为 你要让每个人都有适当的归宿 男友费女友贵啊 所以他就设法让齐宣王把心思放开一点 第二个 你好斗吗 这个是喜欢这个好勇吗 你是国君啊 你要学就要学周文王 周武王的大勇 一发怒 一生气 天下就安定了 最后 你喜欢财务吗 喜欢发财吗 你真的想发财 最好是偿富于名 把财富藏在百姓家里面 那你还怕没钱吗 所以孔子这段话 他的意义何在 一方面 他很真实地反映出人生的状态 提醒我们 绝对不要有松懈的时候 人的一辈子 就是不能够松懈 你一松懈 就可能知道错误 将来再后悔都来不及 战战兢兢 他有一个学生 叫真生 在快要生命结束的时候 就是最引动 施君这句话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一生都要谨慎 千万不要幻想 什么人性本善 我们讲人性向善的时候 有整个一套根据 孔子很多言论可以证明 从真诚引发力量 自我要求之后该做的事 而相对的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人有血气 所以人生的修炼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说不上则下 不进则退 因为你不真诚 不往上走的话 这些血气的问题 就拖着你往下堕落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这才是孔子所面对的 实际的生命 你把儒家这样的观念理解之后 你向全世界的人介绍儒家 别人也才愿意接受 他才会说 你讲的果然是真实的人生 我们这外国人也一样 好色 好斗 好德 有这些毛病 孔子的修养 我们才愿意参考 否则你不讲这些东西 只说孔子说人性是如何完美的 如何怎么样 外国人实在是听不进去 他们说人有原罪 是他宗教的一种观念 信仰 他里面也可以设法自圆其说 但是我们这边说人性本善 跟他根本南辕北侧 完全没有任何共识 所谈的都有他的限制 所以回到实际的生命 面对真实的人生 有什么样的人性的弱点缺点 不用逃避 面对他 知道之后才可以去改善 所以我们看到君子有三界 确实是很好的一个教训 很好的启发 我们这一集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所敬畏 但是到底要敬畏什么呢 孔子特别提出了三种需要敬畏的事情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记事篇》第十六 第八章 原文是 他的白话文是 孔子说 要成为君子 必须敬畏以下三者 敬畏天赋使命 敬畏政治领袖 敬畏圣人的言论 至于小人 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 奉承讨好政治领袖 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 君子他有三方面敬畏 人活在世界上 一定要有所敬畏 否则的话呢 就肆无忌惮 只要没有人约束 没有人看着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但是敬畏的话 到底要敬畏什么呢 孔子这里 他特别提出三点 第一个是天命 但什么是天命呢 我们都记得 孔子曾经说 五十而知天命 那么天命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 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都有人性啊 你真诚就会发现 力量由内而发 要求自己主动去行善 那么你这一生的天命是什么 要达到止于至善 所以这个天命啊 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第二个敬畏大人 大人代表政治领袖 很多人就问了 后来的孟子不是说 睡大人者秒之吗 我要跟大人说话 要劝他做一些事情 要先看清他 那孔子为什么说 要敬畏大人呢 在这里我们认为啊 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孔子 他对于心理方面的理解 认为说 一个人你越尊重他 他越会尊重自己 相反的 你要是不尊重他 他凭什么尊重自己呢 而政治领袖啊 他一件事情做错了 一个政策决定错的话呢 受害的是百姓 所以我们对于政治领袖 就宁可多尊重他 希望他好好尽责任啊 照顾百姓啊 我们是为百姓着想 所以敬畏大人呢 完全符合现代心理学啊 说我们尊重他 他就会尊重自己 这样的原则 第三个呢 还要敬畏圣人的言论 圣人当时已经过去了 古代的圣贤了 他们留下的言论呢 是他们的心得 我们也许还没有这样的修行 缺乏这样的理解 更谈不上这样的境界 那你看看圣人的言论 就知道说 怎么样可以缺乏乎上 所以呢 孔子提到君子 有三样对象他要敬畏的 至于小人对照呢 第一个 小人不知道什么是天命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敬畏 他活在事业上啊 就是只追求利益 什么有好处我就做 他没有什么原则 也没有什么好去担心害怕的 只要不要被逮到就好了 第二个呢 小人啊 对于政治领袖 侠大人的侠 本来是亲热的意思 他设法拉关系 走后门跟政治人物 搞得很亲热 这样他才能够做生意赚钱呢 有各种方便的机会啊 第三个呢 对于圣人的言论啊 小人是怎么样的 用侮辱的态度 因为我说圣人算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 还不是一样是人 所以像这个就是 孔子对于君子小人啊 一个进一步的分辨 我如果谁都不敬畏 那我效法谁呢 我当然是顺着生物本能嘛 所谓动物性去发展 人生没有说不休养就可以享受到快乐 那种快乐是生物性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我们进位之后才会认真的学习 努力的实践 结果呢 改善的是谁 是我们自己 一个人有所敬畏的话呢 说实在 他才有效法的一个 开模 比如说我尊敬一位伟人 我就效法他 我如果谁都不敬畏 那我效法谁呢 我当然是顺着生物本能嘛 所谓动物性去发展 像孔子说君子有三界 小人界不界呢 好色好勇好户 都拥出来了 所以你有所敬畏 你才会自我约束 人生啊 是要追求快乐的 但是很多快乐呢 它要分层次 如果你只想追求物质享受 这种十一住行方面的这种 简单的 比较低层次的乐趣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你认为说 这种快乐啊 它有一个缺点 很容易变成重复而乏味 第一次吃大餐的时候好吃 每天这样吃受不了 重复而乏味嘛 其他的享受也是一样 那只有这种快乐啊 像孔子说的 因为我敬畏天命 所以有一种使命感 由内而发 永无止境 这个时候你 你不管在任何时候 都感觉到生命有一种动力 一直往上提升 所以呢 这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种比喻来思考 就跟庄子 他说 你一条鱼在水里面 不能离开水 变成大鹏鸟之后呢 又需要空气 但是你飞了九万里那么高 连空气都不在乎 因为空气在你底下了 所以天空中的老鹰啊 它飞的时候不用拍翅膀 叫做翱翔 小麻雀 小麻雀要上树的时候呢 拼命拍翅膀 我们羡慕哪一种呢 老鹰 或者说大鹏鸟 不是生下来就如此 尤其在庄子的底下呢 从鱼变成鸟 再往上飞 才能达到逍遥游 这样的境界 我们学儒家也是一样 人生没有说 不修养就可以享受到快乐 那种快乐是生物性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那么至于说 你另外两种 你对于天命了解之后呢 再看现实的世界 有些人当政治领袖 说实在 哪一个时代 哪一个国家 没有政治领袖呢 那儒家的立场是怎么样呢 尊重 因为你有富有贵 基本上是中性的嘛 有钱 你说他一定好 一定坏吗 不一定 要看谁有钱 怎么样用这个钱 有些人啊 他有钱之后 广泛地救助天下人 太好了 成立基金会 从事公益活动 有些人当大官叫做贵 贵了之后呢 专门做该做的事 替百姓服务 我们求之不得 所以我们对于政治领袖呢 没有必要 随便去批评他 但是相对的 他如果没做好的话 孔子也不会随便就 放过他了 像他对于 纪康子这些人 说话的时候就知道 很直接 你说盗贼很多吗 你本身没有欲望的话 怎么会有盗贼呢 就是你自己没做好 所以孔子对于政治领袖 不是一味的说 我就是敬畏他 也不是一味的说 我就是要批评他 很多人常讲知识分子啊 天生就是要批评的 这话基本上是没错 但是呢 你要看情况而定 人家已经很努力在做的 你说我就是非批评不可 那么对他来说 恐怕是一个打击 恐怕觉得说 我再做你也批评 那我何必在乎你呢 或者我何必再继续改善呢 所以像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 做人主持的道理 孔子从来没有要求我们 一定是某一种方式 一路到底 很多事情 原则是这样子 你还要变通 至于说圣人的言论 我们今天念的额语啊 也把它当作圣人的言论 我们要不要敬畏呢 我们敬畏之后 才会认真的学习 努力的实践 结果呢 改善的是谁 是我们自己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所谈的内容 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在走向人生正途的过程中 由于认知能力的差异 人也就被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那么究竟都有哪些等级 它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各位观众 我们的观众认知能力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学习之后明白人生正途的是次等人 那这个很容易测出来 那这个很容易测出来 但是我们也知道真的很容易吗 其实也不见得 你就在乡下的话呢 你没做过自力测验 第一次做是这个分数 城市的小孩有时候多做几次 它分数不一样的 并且呢 自力测验只能测出语文跟算术 基本的这种数学的直观 几个方块叠在一起 有几个你看的时候要穿过去 才能理解 但是人的智商难道只有语文跟数学吗 还有很多啊 有些人天生就有舞蹈的能力 音乐的才华 那个在智商来说的话 它不见得可以测出来的 所以现在讲智商的时候呢 是多元的智能 而不是只有少数几种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问啊 这边讲有些人生下来就知道 那是什么呢 如果说一个人生下来才知道的 那么所指的绝对不是 比如说你怎么控制灯光啊 怎么调这个机器啊 那个生下来怎么知道 学都学半天啊 所以生下来知道的一定只有一种 怎么做人处事 叫做人生正途 有些孩子啊 生下来啊 真是冰雪聪明 他的聪明不是在于说 他会弹一些钢琴啊 一听音乐就会唱的 不是的 他的聪明在于什么 他非常敏锐 他对自己该做什么事 他好像天生就有一种直觉 比如说 一个孩子很孝顺 他不用别人教的 他看到父母心难过 他就会去安慰 父母心希望他做什么事 还没有说他就照着去做 这叫做生儿孜孜啊 所以有没有这种人呢 有的 我曾经看过 有一个孩子才 十一岁左右 念小学 他在家里面啊 非常孝顺 母亲生病了 他要照顾母亲 每天烧饭洗衣服 十一岁的小男孩 还要照顾弟弟妹妹 结果呢 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很孝顺 很多人捐钱给他 他把钱拿到班上 送给他一些 比他家境更穷困的孩子 请问 这样的小孩谁教的 天生的 他天生就有这种慈悲心 其实小孩子有一些 天生的本能啊 比如在外国做很多实验 让很多三四个月的婴儿 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大人呢 就把一个 几个这个积木啊 叠在一起 只要给孩子看一次 你后面叠的时候倒下来 小孩子就会想来帮忙 他想来帮你说 怎么叠才是对的 或者说 你这个东西放在桌子的边缘 快要掉下来的时候 小孩子都会露出 很紧张的神色 代表什么 他也不忍心啊 所以西方 他们讲究实验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结果 也归至于什么 人性向善啊 小孩子没人教 看到有人要摔跤的时候呢 他都会难过 小孩在父母怀中 看到别人哭 他会让父母去 指指那个孩子 去帮那个孩子 这种故事 这种例子多得很 人如果不能忍耐 内心也没有空间 任何事情都是 立刻来立刻去 情绪反应很直接 没有商量余地 这样的人不容易发展 他愿意等待 他知道目标值得我去等待 这样的孩子以后选择 人生该怎么走 当然是比较有希望的 第二种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人比较多的 学而自知 所谓的人不学也不知道 倒需要去接受启蒙教育 启蒙什么意思 蒙就是蒙上眼睛啊 看不清 那小孩子谁蒙上眼睛呢 所以这蒙这个是代表什么 小孩子不懂事 只顾自己 不顾别人 起就是开 老是开导你 开导你之后呢 你就学会了 不管你早知晚知 学会之后呢 大家都一样的知道 所以对于学而自知啊 是大多数人的情况 第三种 困而学之 就是我本来不愿意学的 我就进入学校 进入社会 没有学好 怎么样做人处事 碰到困难了 跟别人相处 就发现走不通 交不到好朋友 做事的时候呢 有很多阻碍 困难了 这个时候再来学习 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像现在很流行讲情商 我很聪明啊 智商不错啊 那为什么老是 人际关系搞不好呢 老跟别人相处 不容易沟通呢 情商有问题 因为你有困难啊 就要学怎么样 调节情绪 跟别人来往 这个不容易啊 在美国 有一本书 就要做情商嘛 哈利明举个例子 他说 一个学校做个实验 让四岁的小孩子 怎么实验呢 给他们两个选择 你要选一颗糖 那立刻可以吃 你要选两颗糖 那要等一等才能吃 等多久呢 一个大哥哥去买东西 什么时候回来 你什么时候可以分到两颗糖 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 一定会回来 所以小孩子就分两组了 很多小孩子说 我才不要等了 先吃先饮 然后拿一颗糖吃的 有的小孩子说 两颗比一颗多一倍啊 值得等 他就等了 等的时候 他就必须分散注意力哦 看别人吃糖好吃 别看 等一下我有两颗 开始想象 两个糖的美妙 别人说 怎么说那个 我想别的事 分散注意力 忍耐 其实人在忍耐的时候呢 内心里面就慢慢在 酝酿一种更大的空间 人如果不能忍耐 内心里面没有空间 任何事情都是 立刻来 立刻去 情绪反应很直接 没有商量余地 这样的人不容易发展 相反的 我在忍耐的过程呢 心里面慢慢在想办法 转移注意力 想象更美好的未来 然后内心里面 容量越来越大 然后等大哥回来之后呢 果然分到两个糖 经过这种实验的话 就知道将来小孩子 两种不同的发展 第一种孩子 立刻就要吃糖的 他比较 没有什么样的挫折忍耐力 他的情伤啊 也会比较差一点 第二种 他愿意等待 他知道目标 值得我去等待 这样的孩子 以后选择 人生该怎么走 当然是比较有希望的吧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这个类似的观念 就知道说 你怎么样让自己啊 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还不学的话 就没希望了 所以呢 最后一点呢 就提到 说困难而不学 明思为下矣 你有困难你还不学 你到底想怎么办呢 这叫做下等 所以胜而知之上等 那么困难而不学 没希望了 比如说我现在有困难 发现做人处事 老是失败 我还是不学 我还是要照我这一套来做 那我这一生到底想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这边谈到说 有些人深而知之 有些人困难不学 这个所知所学的内容啊 是人生的正途 我走在人生的正路上 也就是应该怎么行善 这一方面的认知 而不是指其他专业的技术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君子是儒家的一种人格典型 有着至高的品行要求 要成为君子 就要有许多考虑 在这里 孔子提出了君子的酒思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记事编》第十六 第十章 这章的内容是 指曰 君子有酒思 是 思明 听 思聪 色 思温 茂 思功 言 思中 是 思敬 疑 思问 分 思难 见得 思义 那么连续九个情况 都提到思 思想的思 在这边作为考虑来讲 他的白话文意思是 孔子说 要成为君子 有九种考虑 看的时候 考虑是否明白 听的时候 考虑是否清楚 脸上的表情 考虑是否温和 容貌与态度 考虑是否专重 说话的时候 考虑是否真诚 做事的时候 考虑是否敬业 遇到有疑问 考虑向人请教 临到发怒时 考虑麻烦的后患 见到可遇的东西 考虑该不该得 那么做个君子 这个思这个字 这边讲考虑 其实它代表一种高度的警觉 就是像宋朝学者说的 一个心要放在手上 好像是我的心 活活泼泼的 随时在观察自己一样 宋朝学者很喜欢比喻 修养就是要像猫捉老鼠一样 竖起耳朵 全身紧张 随时看老鼠 有没有出来 修养也是一样 我们修养的时候 就要看自己 随时警惕 你看的时候 看明白没有 树上有十只鸟 打下一只剩下几只 看清楚 跑光了 你说还剩九只 代表你没看 很多事情是生活经验 你不能靠算术 随时打了一只 当然剩九只 你真的看看 其他九只 如果还在的话 是塑胶鸟 所以看要看得明白 听呢 要听得清楚 冲这个字啊 就是耳冲目明的冲嘛 色思温 冒失功 人就是试跟听 还有色 色就是我的脸色 有时候自己脸色难看 自己也知道 嚼个嘴巴 很生气的样子 等那么久 还有我等 看到没有 脸色不好看 你自己要知道 只要别人看着你 你的脸色是什么 你就应该自己 可以了解 容貌态度要庄重 所以诗这个字 代表你在试 在听 有跟别人来往的时候 脸色跟别人互动 都要有高度的敏感 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照片 一定是被拍照的人 在疏忽的时候被拍到了 平常有些女明星 打扮得很漂亮 很注意外表 有些照片出来了 叫做素颜 素颜就是没打扮的时候 一看吓一跳 以为是她母亲 这也不是我说的话 记者就这样直接写了 所以这时候 你就要注意到自己的容貌 你千万不要说 别人看着我就装得很庄重 你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有人看 或者没看 言 失踪 说话就要问 你们的真诚 踪 这个字 我一再强调 唯语里面 没有直接谈真诚 但是忠孝仁爱的忠 它就是真诚的意思 这边就是例子 说话就要想 有没有忠 当然不止忠于谁 忠于国家这些 说话就要想 有没有真诚 言为心生 最怕言不由忠 接着 事失敬 你做事的时候 就要想 是否敬业 很多事情 你可以做 可以不做 那你既然做了 为什么不好好做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 因为我对自己的生命 很珍惜 我做任何事 要么不做 要做 一定好好做 因为我花的是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就是我的生命 把时间拿走 我的生命算什么 所以我从来不应付别人 我做任何事 一旦答应 就把它做好 教育是百年大业 你把一个社会教好的话 那个功劳多大呢 比起企业家算少吗 比起政治领导算少吗 老师如果不敬业 随便乱讲一些偏差的观念 受害的是谁 小孩子啊 所以这种酒失一旦出现的话呢 人生怎么可能会有任何一刹那分心呢 任何一刹那做错事呢 不会的 然后愤思难 愤怒的时候 要发脾气的时候 就要想到后面的灾难 这个字啊 你把它念成难的话呢 其实愤怒的时候就要想到困难 其实愤怒就要想到 愤怒后果是灾难 不是困难了 困难是你现在就有困难 所以你愤怒啊 但你愤怒的时候就要想到 后面的后患 发脾气谁不会 发脾气的时候多痛快 哇 大声说话 用力摔杯子 好像是受不了什么似的 后果呢 后果谁负责 谁来收拾残局 所以有很多影片很有意思 夫妻两个吵架 哪几杯子要摔 那个杯子多少钱买了 你知道吗 好换一样 这个也很贵 再换一个 别人送的 不要钱的 这选了几项就没 没什么好脾气 去发了 想想看不要摔了 摔了还要扫地 玩有碎片怎么办 多想一想 你就不会随便发脾气了 最后一样 是孔子一再强调的 见得而思义 这是儒家 儒家绝不反对 你去追求利益 那他一直强调 这个时候你要问 该不该得 只要你该得了利益 你什么态度呢 以孟子的话来说 孟子说 你不该得的事情 不该得的钱 一毛都不要 叫一戒不取 但是如果是你该得的话呢 像摇把整个天下都给了顺 请问 顺 该不该得 毫不客气 立刻接受过来 不嫌多 为什么 因为顺得到天下 是要为天下服务的 只有我顺 有这样的德行 又有这样的心愿 替大家服务 你天下给我 不是你施恩给我 是我 帮你忙 所以这个所谓的取舍之间 就要问该不该得 所以孟子在这一方面拿捏的 很准确 为什么 因为有人质疑孟子 说 老师啊 看你也没种田 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 你这样不是白吃饭吗 孟子怎么说 他说 我们念书人啊 跟别人讲道理 国君听我的话 就安抚尊荣 国家安定 社会富足 他又有尊严 又有荣耀 年轻人听我的话 就孝涕忠兴 请问 谁比我们教书的人 更应该拿薪水 拿工资 孟子这样回答 工资再高 也不嫌多 为什么 教育是百年大业 你把一个社会教好的话 那个功劳多大呢 比起企业家算少吗 比起政治领导算少吗 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 西方有一句话 教师关起门来 老师等于上帝 老师如果不敬业 随便乱讲一些偏差的观念 受害的是谁 小孩子啊 所以这边讲道 见德思义 就是让我们分辨 遇到某些利益 就让我们该不该得 所以这种九思一旦出现的话 人生怎么可能会有 任何一刹那分心呢 任何一刹那做错事呢 不会的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人不能选择出生在什么时代 却可以选择是否向善 可以选择人生道路的方向 和他要追求的高度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记事编》第十六 第十一章 它的原文是 同志曰 《见善如不善如不善如探汤 无见其人一 无闻其语 隐居求其智行义达其道 无闻其语 未见其人也》 它的意思是 同志说 看到善的行为就好像追赶不上 看到不善的行为 就好像伸手碰到滚烫的水 我见过这样的人 也听过这样的话 必是隐居来磨练他的字节 实践道义来贯彻他的理想 我听过这样的话 但是不曾见过这样的人 这段话显然是分两段 第一种是 孔子见过这样的人 也听过这样的话 当然比较容易 它很简单 就是你看到善的行为 怎么样呢 那你看到不善的事情 又怎么样呢 两种反应不一样 所以第一种 孔子认为说 见善如不吉 这五个字 真是很好的座右鸣 只要看到别人做好事 就觉得我好像赶不上一样 要拼命地赶上去 跟他学习 基本上我们看到别人 对父母孝顺 对朋友有爱 讲道义 上班认真 工作负责 他都觉得很喜欢 这是孟子后来说的 可遇之为善 让我内心觉得开心的 觉得喜欢的 就是善的行为 所以你看到善的行为 就好像赶不上一样 加油 要跟他一样 这是见贤施奇 说过好多次了 三人心必有果实 则其善者而从之 都是一样的意思 接着 见到不善的事 好像探汤 汤这个字 古人用来当作滚烫的水 我们现在讲汤的话是 吃饭的时候有一道菜 汤嘛 日本人还是用汤作为烫水 叫做泡汤 你要是只知道现在的用法 看到日本人泡汤 这个汤怎么泡 我们的汤里面都是 什么淡花汤啊 这些蔬菜豆腐汤啊 所以见善如不吉 见不善如炭汤 有这种人 所以孔子说这种话 我听过这种人 我也见过 就是非常的洁身自爱 又知道努力上进 但是第二种人 孔子啊 听过这种话 没见过这种人 显然是很困难的 怎么样的人呢 就是我避世隐居 我就磨练我的字节 比如现在是乱世 我藏在深山里面 我不是在深山里面 每天打猎 当侨夫 然后过得很快乐的日子啊 什么江南四友 这个梅兰族局 琴棋书画 各找一个过日子 不是那个 那时候你就怎么样呢 磨练字节 因为这个时候是准备棋 天下乱 我隐居 隐居起来不是说 就不管这个世界了 是准备 磨练字节 那相对的呢 一有机会去发挥我的理想的时候呢 就要实践道义 来贯彻它的理想 隐居以求其智 行义以达其道 前面讲智 智是我内心的一种理想 达其道 这个道是什么 理想可以实现了 所以我立志就是要行那个道 但是呢 要看是在什么时代 在乱世里面 你说我要这个设法打击道 不可能的 到最后变成逢道 当任这个四个朝代的宰相 安乐公 但是在历史上评价很低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知道进退 所以孔子说 听过这种话 没见过这种人 事实上孔子 自己就属于这一类人 为什么 他跟爷爷说过 用之则行 舍之则偿 只有我跟你做得到 有人用我们 我们就出来 在世间努力奋斗 做什么呢 当然是贯彻我的理想 那么没有人用我们 怎么办呢 隐居起来 藏起来 藏起来不是休闲生活 不是说这几年 我先观望一下 在家里每天像咸鱼野鹤一样 不是的 你往哪里走 你往善良方向走是吧 你试试看之后 我们也知道 快乐不是都是好的 那那个有害 不是对快乐有害 是对你的人生有害 对你人性的正常发展 是有害的 所以你不能选择 生在什么时代 你也不能说 伪料在什么样的社会 天下能够太平固然很好 但是天下乱的时候呢 难道不能看出 什么人是忠臣 什么人是良臣吗 所以孔子讲这段话的时候 是一种感叹 说一般人能做到第一步 就不错了 就是善跟不善嘛 你往哪里走 你往善的方向走是吧 别人一做 你就好像跟不上 那如果看到坏的行为 在别人身上出现 就跟碰到烫水一样 小孩子 你看他说 这火很烫 不能摸 你越说不能摸 他越想摸 好吧 你试试看 烫一次 他以后不要你焦 看到火 他就跑了 我们对于不善 也要这样子 如果我们想说 这不善 真的是那么不好吗 怎么我看那些坏人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我去试试看 那就完了 你试试看之后 我们也知道 快乐不是都是好的 孔子也说过 有欲的快乐有三种 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 虽然是有害 但你不能否认 他有他的快乐 那你要走哪一种 但那个有害 不是对快乐有害 是对你的人生有害 对你人性的正常发展 是有害的 所以孔子这段话呢 很能够表现 他个人的一些原则 但是他很喜欢说 没有见过 什么样的人 我们有时候学过逻辑 看到这种话就会说 孔子说话不合逻辑 他说过好多次 我没见过这样的人 没见过那样的人 比如说 有一句话 我们没有特别介绍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不讲也知道孔子的话 在如影出现两次 子曰 无畏将好德如好色者也 或者说 我没有见过 喜欢美德将 喜欢美色的人一样 代表什么 天下人都会喜欢美色 喜欢美色本来不是坏事 你眼睛看到这边一亮 你就觉得这多看几眼 这很自然的生物本能 一只孔雀出来 别人的鸟看到也会吓一跳 尤其它孔雀开瓶的时候 真漂亮 这是自然的本能 但是请问 孔子这样说的用意何在 就是人有时候会忽略 人性真正的要求是向善 是行善 那叫做好德 但是呢 你因为是一个人嘛 有耳目 这种简单的欲望 就容易被外界的现象所吸引 以至于忽略了 你做个人啊 不只是一个生物 你还是万物之灵呢 所以孔子很感叹 一句话在论语里面 出现两次的几率并不多 只有两三次 而这句话就是一次 那现在请问 难道言言也是没做到吗 如果你这样请教 孔子就会说 好吧 言言除外 那你只举越多人 那周公呢 周公也除外 那这样你还能说话吗 所以有时候 你不要太用逻辑要求 孔子说未见 只代表什么 他非常希望见到 并且最好能够见到 只不过呢 例子实在是很少 所以他的感叹啊 你不要用逻辑的方式 你一讲逻辑的话 未见代表什么 从来没有见过 一次都没有 这样的话就忽略了 孔子在感叹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 我做个调查 真的是没有这种人 不是这样去理解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作为一个教育家 孔子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是很多人十分关心的问题 在家庭教育中 该怎样处理好 感性亲切和理性教育的关系呢 请看下一讲 孔门家教 我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